来看到以色列继续在加沙、哈马斯和黎巴嫩的真主党作战当中 近期分别在加沙隧道暗杀了5名哈马斯高官 以及在黎巴嫩南部击毙了2名真主党特工 不过以色列南部也遭到了至少10枚火箭弹的袭击 野门和黎巴嫩2号分别爆发反义示威 民众要求严厉报复以色列 据以色列时报消息 以军表示加沙地带有至少10枚火箭弹射向以色列南部 苏法和尼尔伊扎克边境社区拉响了警报 以军称其中一枚火箭弹被铁穹拦截 而其他火箭弹则落在开克地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以军2号公布一段画面并表示 以色列战机在黎巴嫩南部不利达地区 向一处目标建筑发动空袭击毙两名真主党特工 另据哈马斯消息人士称 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一个地下隧道中 暗杀了两名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 和三名卡桑旅军事指挥官 其中两名哈马斯政治领导人 分别是在哈马斯政治局任职 负责加沙地带内部安全的希拉捷钉 和负责哈马斯政治局财务的穆士塔哈 中东局势升级之际 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探访部队 他在讲话中指出 本周要向整个中东地区传递一个信息 那就是以军以做好准备 应对那些向以色列和以公民发动攻击的人 以色列将进行强有力的打击 并在防守端展现强大能力 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表示 以色列将在三号或四号派代表团 到埃及开罗进行谈判 以达成加沙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 不过有哈马斯高层成员指 内塔尼亚胡根本不想停火 只是利用这番言论掩饰罪行逃避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 在黎巴嫩南部城市西顿 大批民众手持巴勒斯坦国旗 和哈马斯与真主党旗帜举行抗议集会 表达对以色列杀害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 和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舒库尔的愤怒 在野门首都萨纳 上万名示威者高举横幅和应勇哈尼亚和舒库尔的海报 呼吁对以色列罪行予以严厉回应 有抗议者表示以色列已经越过红线 将用对抗和复仇加以反击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